哈囉我是秋葛 我們今天人在南投竹山 內政副消防署的訓練中心 今天特別來跟大家介紹 在今年10月30跟31號要第一次舉辦的 台灣極限消防員競賽 邀請到我們台灣先鋒者 YA 特別的學校圖楊哥 我們這次要邀請台灣先鋒者 他們是協辦單位 也是技術指導 還有裁判單位 特別今年的10月底 會比四個項目 我們哪四個項目這次要挑戰 第一個是水帶任務 水帶任務 第二個是假梯及器材運送 假梯跟器材運送 第三個是破壞中路及傷患救援 第四個項目是負重爬梯這樣 這四個項目的比賽 全國的消防員跟義消 都可以來參加這個挑戰 對 沒錯 也會邀請一些國外的選手 也會有國外的選手 盡力好不好 鏡頭下的各位都會來比賽吧 會 對 一定要的 剛剛已經Cue過了 不來的都一定會來 我們非常期待 今年10月底在這邊 台灣最大 亞洲第一 亞洲第一 最棒的場地 一起給大家看下去 YA 3、2、1、GO 超越野 串!串!串! 往中! 同胖过路 叶玉! 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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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直 回来 耍orum 滚住啊 一 operation 丁丁丁 坟哥要是一回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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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ead bicycle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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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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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項目host task水袋任務 你從A點開始起跑跑到B點 這邊會有兩條連接起來是40公尺的一個G字型水袋 然後你要向55公尺的C點這邊衝刺 你將兩條水袋放到窗間 然後向前起跑跑到全部的水袋完全展開之後呢 直到你的水袋頭能夠通過標線的C點 接著你來到D點這邊會有兩條平鋪的20公尺的水袋 你要來捲水袋捲好兩條水袋 然後最後你拎著兩條捲好的水袋跑回B點的終點線 那你在水袋的運輸過程 你可以一隻手拎著一捲水袋 或者是將兩捲水袋上下交疊双臂環抱 跑回終點 時間的認定是以水袋全部通過終點線為基準 來 預備 全走 預備 3 2 1 走 來來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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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上六階 六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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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却要進去 去 suspected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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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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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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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接上 走走走走 第二個項目 就是架踢以及器材運送 第一個動作是架踢 你從A點起跑之後 七公尺處的美式踢 這個B點然後你會把這個美式踢 搬回原本的A點之後 不限你的搬運方式 然後你要將梯子上拉六階 這邊的階梯會用顏色來標示 然後你再將梯子就是 靠在牆壁上面但是你要注意 梯子的底部需要拉離牆壁 至指釘的標線要保證 有適當的攀爬角度 然後呢下一個就是你跑到 高塔的底部將一個 中物包扛起並跑到 塔的頂端將中物 放在塔頂部的一個箱子裡面 然後站在塔頂 來開始拉繩 繩子的另外一端 在下面的繩子會細著一個4英寸的水袋 你要將這個中物拉到塔頂 並不限制你拉的方式 你拉完之後 要將這個重物放在箱子裡面 或者是指定區域 然後你在下樓下樓至塔的底部之後 拿取分岔頭以及火斧 再跑向距離4公尺處的一個消防車 將分岔頭接到消防車上 並將斧頭砍入這個木桩當中 沒有分順序 你就可以把最後這兩個動作完成 你再跑到11公尺處的終點線 這一次的比賽呢 我們就台灣極限消防員競賽 對 比照世界警察與消防運動會 其中有叫做極限消防員的競賽 所以其實極限消防員也是比我們這個 今天講解的四個項目 沒錯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對 規格等同世界 沒錯 器材也是 所以我們首次跟世界接軌 讓所有台灣的 不管是消防員 義消 警消 或者是退休的人 都可以一起來參與 包括機場消防員也可以參與 除了消防員身分之外 他是用體重來分幾 還是用年齡來分 他只用年齡來分 以男子個人賽選手來講 18歲到29歲是一個級距 再來是30到34歲是一個級距 是 是 是 接下來每5歲往上增加 直到你55歲以上都可以參加 那女子的話是18歲到34歲一個級距 再來35到44 接下來是45加 那團體賽的話 2到4個人可以組成一隊 那他的分距會比較再廣一點 因為這一次除了第一天的個人賽之外 第二天會有團體賽 是的 那他操作跟比賽的項目是一樣的嗎 一樣的 但是團體賽是由多人來完成這四個項目 所以同樣的這些操作只是分工合作 對 有人負責跑 有人負責拉 有人負責拖 對 沒錯 哇 特別期待今年10月30、31號 沒錯 就在這個地方南投竹山 期待大家都來報名 大家都來報名 好不好 OK 我們10月底見 會有很多國外選手 對 會有一些國外厲害的選手 會一起來跟我們台灣選手 互相PK 特別這次要shout out 我們協力單位 就是台灣先鋒者 還有台灣戰術肌力與體能協會 特別來幫助這個比賽 不管是裁判或技術指導 那特別要shout out 我們內政部消防組的訓練中心 對 太棒了 我們在南投竹山 這個場地非常棒 太大 亞洲最大 亞洲最大 台灣最大 台灣最大 OK OK 那我們繼續要看下去 感謝 謝謝 3 2 1 開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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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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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敲擊錘放在指定的區域 然後來到前方的這個障礙物場區 你要用隻隻型來繞過這五個腳椎 跑到下一關的假人的地方 你必須用背後拖行的方式 拖行這個假人15公尺 來到這個腳椎障礙的地方 繞過腳椎再折返回到15米的重點線 你的假人必須完全的通過分別 3 2 1 GO 來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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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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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哥哥 哥哥 輕鬆啊 他已經到四樓了 你領先 你領先 你領先啊 我沒打到馬上代言了 來來來來 快速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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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急著重前 快點快點 你領先 你領先啊 看一下看一下 你領先兩層樓 快快快 GO GO COME ON 快快快 拿煉具 拿煉具 好 上樓上樓上樓 快快上 快點 你領先 你領先 好 快點 快點啦 必打眼睛了 好 上樓 快點啦 快點啦 幹嘛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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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棄啊 快快快 動起來 動起來 快了快了 有有有 有有有 欸 對對對 就這樣 就這樣 對 來來來來來 快快快 有 欸 有有有 快快快 快速下樓 快速下樓 來來來來 viktig 來來來 衝衝 衝衝衝 好 convolution 好 妳 第四個項目 hi rise 附重爬梯 你從起點起跑之後呢 你跑到塔的頂部拿起一個重物包 它是一個綑綁的4英吋水袋喔 跑到塔的頂部 將中物放到指定區域裡面之後 下樓到塔底之後再拿起練具 再爬一次到塔的頂部 你的練具可以扛在肩上 最後你要幫練具也是放在指定區域 然後你在下樓來到塔底 最後7公尺跑向終點線的衝線 掌聲鼓勵耶 哇謝謝大家 謝謝來自全台灣各地的景銷 還有最好的夥伴們 接下來就會在10月30、31號 在我們台灣極限消防人競賽 希望可以看到所有台灣來自各地的景銷 一起來站起來 一起來助陣 我們一起來到南投竹山 這個最棒的消防守協定中心 一起來挑戰 大家都會來吧 會 那我們就10月底見囉 謝謝大家 YA 台灣謝鳳梓 YA YA 本次協助拍攝 今年10月底位於南投竹山 內政部消防署訓訓練中心的2024台灣極限消防員競賽 相關的示範影片與介紹 特別感謝消防署、台灣先鋒者、台灣戰術與體能協會 還有所有的消防一宵夥伴的協助喔 拍攝的過程中 我也體驗了其中兩個競賽項目 山船防火衣、防火手套、頭盔以及氣瓶喔 在高溫烈日底下 衝刺完成任務之後 體驗了高強度熱適應的體能極限 我心想 難道這就是消防弟兄們的日常嗎 是的 沒有錯 無論有沒有進入火場 只要是夏天的打火出勤 全服武裝之後的體感以及體能要求 就是這麼極限 這就是台灣消防英雄的日常 此刻的我 正在辦公室冷氣旁裡露營 對照此刻 在各地演練與出勤的軍警消弟兄們 我真心全意的Full Respect 我們會盡我們所能 全力的支援他們 除了感謝之外 也要把自己練強壯 面對極難狀況 我們能夠有更多的力量 自救或者是救人 特別要消道圖 全台灣所有的軍警消戰術體能人員 特別是消防弟兄們 也請大家持續關注 2024台灣極限消防員競賽 相關報名資料 請參考底下的資訊欄 歡迎全台灣的消防員 退休消防員 或者是任職滿一年的義勇消防人員 機場消防員 一起來挑戰 2024台灣極限消防員競賽 有關參賽選手的衣著 參賽者必須穿著運動鞋 不可以穿著釘鞋 也不可以赤腳 除了穿襪子 運動褲 T恤之外呢 所有的參賽選手 至少必須提早半個小時到賽場簽到 所有的參賽選手必須按照順序比賽完成所有四個項目 參賽選手每個項目的開賽時間會在集結出的公告欄上公布 參賽選手報道前須攜帶消防衣以及消防頭盔 消防手套 在比賽開始之前 廣播員會在廣播呼叫參賽選手 聽到昌明之後 參賽選手到集結出報道 並領取氣瓶以及杯架 比賽規則的加秒補充說明喔 就是如果你在一個項目10分鐘之內 你沒辦法完成比賽 那會被取消比賽的資格 那如果你故意拖延不動作 拖延比賽的話 也會被取消比賽的資格 在第三個項目 錘擊機的部分 如果你用敲擊錘的頭部 將這個衡量拉回來或勾回來 或者是你用拖的這個力量 會被取消比賽的資格 然後小心你的敲擊錘完成之後 你要放在指定的區域 如果你沒有放在指定的區域 會被加5秒 然後你拖行假人的時候呢 你不小心碰觸到三角錘 也會被加秒 然後你在障礙在繞過那個角錘的時候 你碰觸到角錘也會被加秒 然後在第二個項目 如果你的重物包 沒有放在指定的區域 也會被加5秒 然後在第二個項目裡面 你拉水帶 沒有將水帶拉過指定的區域 也會被加5秒 在第二個項目 你如果你的梯子上拉不足6階喔 每少一階會被加5秒 你拉超過6階不加秒 在第四個項目裡面 重物包以及鏈具 沒有放在指定的區域 也會被加秒 在第二跟第四個項目裡面 一次下樓超過一個階梯 會被加5秒 這個要小心喔 每個項目 如果你起跑犯規 會被加10秒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